想起和珅和纪晓兰二人,很容易就联想到了《铁齿铜牙纪晓兰》这部电视剧,在这部电视剧里,纪晓兰明显的是主角,是正面人物,而和珅永远是那个吃力不讨好的形象,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,剧里的乾隆皇帝对纪晓兰也是万般宠爱,而对和珅却有很多不满,然而真实的历史和我们所看到的影视剧之间是否有什么出入呢? 这二人之间的故事,又是否跟影视剧中的故事一样有趣呢?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,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,历史上的和珅是当朝最有权势的官员,也是贪污最多的官员,他为何这么有权又有钱呢?主要就是乾隆的宠爱导致的,和珅小时候父母双亡,全靠家中吓人的袒护,才没有饿死在毫无亲情的家里, 所以他从小舅奋发图强,学习了很多知识,除了对知识的掌握,他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晚,毕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父亲的堂兄弟们赶出家门,做事怎么能不谨慎呢? 也为从小舅开始经历这些事,所以他在乾隆帝面前不仅有满腹经伦的头脑,更有剑帽变色的眼色,既能帮皇帝稳妥的处理朝政,又能协助皇帝排出异计,这样一个和珅让乾隆帝怎么能不爱? 机敏且善察言观色,反观纪晓兰,虽说我们现在对于纪晓兰的评价远远高于和珅,可是在乾隆帝眼里,前者却远不如后者,这是为什么呢? 纪晓兰是当时的神童不假,而且还通过科考一举成名,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大才子,乾隆帝本来也很欣赏他,可纪晓兰虽有智商,但为人处世的情商却差了点, 后来还因为包庇他人,乾隆帝贬到了一些偏远荒凉的地区,后来也为他人的推荐参与编撰似乎全书,这才留在了乾隆帝的身边而没有客死他乡,不过乾隆帝对于这个名动京城的才子,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宠爱,纪晓兰一生最大的事业也就是编写书籍罢了,与乾隆只是君臣关系,不似和珅那样亲密,也就是说, 纪晓兰的官职与和珅根本比不了,自然不会有铁齿铜牙纪晓兰之中发生的事情了,这一如文学悠长,故事领似虎书,使不过以畅优续之,而何妄谈国事? 当然,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,虽然真实历史不存在纪晓兰与和珅的斗智斗勇,但依然不妨碍这类故事的流传,进而成为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。 艺术故事中的和珅,纪晓兰常常一起陪伴在乾隆帝身边,二人互相看不惯对方,一个是倚仗着皇帝的宠爱而肆无忌惮。 另一个则是靠着自己的机敏聪慧而视财傲物,和珅希望在乾隆帝心里自己的才华远超纪晓兰,而纪晓兰则希望自己能在乾隆帝面前挫挫和珅的锐气,让皇帝处置了这个大奸臣,以至于两人常常斗志斗勇。 有一回,乾隆帝带着和珅与纪晓兰外出巡查,到了晚上,他为了犒劳两个人陪着自己跑了一天,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,就决定让二人和自己一起用膳,以示嘉奖。 下人们鱼贯而入,端了一盘盘菜肴,色香味俱全的美食,看的人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 和珅突然灵机一动,提出要和纪晓兰一起对个对联来为乾隆帝助兴。 我们知道,对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,讲究的是对仗工整且评则协调,结构相同而又严简一概。 一副好的对联不仅朗朗上口,还可能有着美好的寓意,让人拍手叫好。 乾隆帝本人也非常喜爱文人默克斗志斗勇,更喜欢看和珅,纪晓兰之间互相斗文,所以便欣然同意了。 看看这二人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,和珅看着桌上的食物思索着。 而后率先开口说道,三斤四两五花肉。 乾隆帝思索良久,实在没想到应该怎么对这夏莲,他看向纪晓兰眼神中充满着期待,和珅也看着纪晓兰,眼中的得意神色掩饰不住,好像已经认定了纪晓兰对不出夏莲一般。 看到这二人的眼神,纪晓兰知道自己的回答至关重要,他稍微想了一想,便回答说,五前六两七把松。 乾隆帝一听,立刻开怀大笑,认为纪晓兰这个夏莲接得实在是高,故事若是到了这里,就结束那边没有了趣味性。 如上述所言,对联的妙处不在于对联本身,而在于对联之后的语义。 当乾隆帝正准备开口奖赏纪晓兰的时候,和珅又说话了,你这对子对得是好,但是似乎不太符合实际吧,哪有葱卖的这么贵呢? 乾隆帝是个不知道柴米油盐贵的人,但既然和珅提出了疑问,那么他也就想看看纪晓兰怎么回答。 于是乎两人又再一次扭头看向了纪晓兰,纪晓兰微微一笑,对乾隆帝说道,皇上,这正是我想要向您汇报的事,既然和大人掀开了这个口,那我就接着往下说了,说把他拿出一本账目,呈给乾隆帝。 而后缓缓的说道,这是这个季度内务府承办御膳房食材的支出,别的不提,就这一把不起眼的葱,采办的价格就是这么高,怎么说我的对联不符合实际情况呢? 和珅看到纪晓兰的微笑,心里就有点打鼓,又看到纪晓兰拿出的账单,心里更是有不好的预感,直到听到纪晓兰说出的话,他已经是汗流加倍了。 和珅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准备让纪晓兰出丑,结果自己反而还帮了纪晓兰一把,让自己掉进了坑里,内务府是和珅管理的部门,如果说内务府中一个小小采买的支人,就有如此大的胆子,敢贪污这么多钱,那身为内务府一把手的和珅,手里的账目又有多少是干净的呢? 和珅想到这一点,乾隆帝虽然不是人间烟火,但知道这里面有猫腻,二人四目相对,吓得和珅立马跪在了地上,内务府的管理是臣之责任,现在竞出了这样的事,臣却有失察之罪,但请陛下相信臣的一片赤胆忠心,臣绝对会将此事查个清楚,依扣黄恩。 乾隆帝看着跪在地上的和珅,想了想也没说什么,只是吩咐和珅彻查此事,这件事就算翻篇了,纪小兰看着乾隆帝这样的处理决定,虽然有心想要再说两句,但乾隆帝却已经拂袖而去了,和珅直起身来,看着纪小兰略微挑衅,好似和珅确实被纪小兰将了一句,但乾隆帝的偏爱又让和珅扳回了一程,总的来说,和珅和纪小兰之间的去世还有很多, 这二人之间到底谁对谁错,谁胜谁负,不在于二人自身,问题本身,而在于天子的态度罢了,和珅考试没中,但有个贵人看上他了,他便是当下朝廷的直立总督冯英莲,冯公一见到这位满洲第一才子,就特别喜欢,坚决要把自己视为珍宝的孙女冯继文嫁给这人,结婚之后,和珅拿到了能让自己在官场上晋升的凭证,他老是往宫廷里跑, 凭借着自己的非凡才智和事故圆滑,把乾隆给哄得特别高兴,没几年功夫,就一路顺风顺水,当上了首席大学士,冯继文出身于官宦之家,不过他是个很贤惠善良的女子,嫁给和珅以后,他在丈夫身后默默的给予支持,好好侍奉长辈,认真教养子女,他精心照料着,让和府里充满欢乐,和和睦睦的, 他的两个儿子也深受父母的疼爱,长子风深阴德特别聪明,很受乾隆喜欢,把当今的石公主娶回了家,从此顺风顺水,虽说老二没能活下来,可在生前也是很让父母疼爱的,冯继文和和珅感情特别好,相互尊重,结婚二十年来一直和和睦睦,从没吵过架,随着和珅全是遍布朝野,他的本性也逐渐显现出来, 他老是往青楼跑,在那花队里转悠,冯继文心里不乐意,可也只能背地里哀声叹气,一开始,他还能用贤妻良母的样子去影响丈夫,但时间一长,和珅就不把他当回事了,冯继文心里明白,自己快不行了,他就盼着和珅能陪着他度过人生的末尾阶段,这是他唯一的念想,和珅这人贪恋女色,就算他病得很重了,和珅也没停下,寻欢作乐, 和珅的事,七夕那晚,他弄了个挺隆重的祈福宴,就为了他的妾室,逢是一去世,和珅没了顾忌,变得更加放肆了,他接连娶了三个有过一番精力的漂亮小妾,分别是长二姑,吴清莲以及窦寇,长二姑家里穷,以前是一个姓曹的刑部官员的小妾,他性子温柔,熟知师叔礼节,还特别会管家管账,和珅特别宠的,把家里管钱的事都交给他, 冯济文去世后,就把他扶正了,吴清莲这人很会体谅人,家里那些琐碎小事他也很会操持,和珅为了能让他高兴,花了大价钱,从南方弄来新鲜荔枝给他吃,吴切啥都听和珅的,这让和珅那荒淫无度的性子,可算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那豆蔻不光长得漂亮, 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和珅最喜欢他了,只要和珅对那些平常琐事感到厌烦了,就会和他相互吟诗作词,从男女欢爱里获得安慰,这么一看,和珅对那些嫁过的女子特别喜欢,不只是看上人家的漂亮模样, 还很看重他们的才华和那种独特的味道,听说呀,和珅到了晚年的时候,对乾隆的一个黑人女宠特别喜欢,这位从充满神秘色彩的抑郁来的黑珍珠,皮肤黑蛋长得美若天仙,乾隆心里有喜欢的人,可就是得不到,可和珅暗地耍手段,使他稀里糊涂就变成了他的女人,和珅那可是权清朝野,这人不光是个处世圆滑,经验丰富的政治家, 而且还是个很有商业头脑的实干家,他没把贪腐来的钱胡乱化掉,而是拿这钱去投资搞事业了,开了当铺,酒楼,瓷器店之类的,连煤矿开采都有参与,在这偌大的家族王国中,和珅的几位小妾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,他们要么操持着家里的产业,要么很会管理钱财,变成了和珅的好帮手,长二姑担起了那活,帮着和珅处理日常俗事, 变成了他最为信任的谋士,随着变得极为出名,和珅的贪腐之心极度膨胀,到了无法再严重的程度。